你 你這個人太異險腳架了 之前侯惡替死的事情 我還沒有跟你算 現在明珠又在府裡 弄得全身是傷 你到底想怎麼樣啊 她渾身的傷 是她自己弄的 與我何干呢 你 冬月姐 這些傷真的是我自己弄的 你別怕她 我要把你帶走 帶走啊 可以 走 一百兩 黃金 你瘋了嗎 什麼都能用錢來計算嗎 我收買玉卒 買通監展官 治好他的傷 把他的胎計去掉 花的錢七七八八加起來 只會多不會少 看在我與你這麼熟的份上 只收你黃金百兩 銀貨兩氣 隨時走人 你太過分了 沒錢 沒錢啊 沒錢 人你可帶不走 大人真的沒有虐待我 放心吧 我一定會想辦法 把你接出去的 就不這樣吧 最近縫府要趕著一批繡工 要在年底完成 雖然不著急 但是亮大 紫緣一直在通宵做工 你若是願意 可以來縫府 以工抵債 我做 大人 請允許我幫冬月姐一起做 好 紫緣可以幫你 你可要信守承諾才好 好 等你大人 你怎麼把馬車停門口了 不停在這兒 我怕你找不到我的車呀 你與殿下不和 滿朝皆知 是 玉峰閣不歡迎我 我尚且不怕 你怕什麼 莫非你怕我進去之後 與三皇子起了衝突 不知道該幫誰 我定然是不配幫你的 是嗎 你若不幫我 我又怎麼會讓你把紫緣帶走呢 你無使 走 回府 我 看你跳著跑過來幫我繡 拍明繡得多好呢 我也是初學 不過沒關係 你看啊 我繡得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快了呢 快有什麼用啊 這全府的繡品 不知道哪輩子才能繡完 那 要不然這樣吧 你先休息一下 我來繡 反正都是因為我 害得你晚上不能休息 還要來這裡做苦工 算了算了 一起繡吧 我 你一晚上都來好幾次了 到底是來安慰我們的 還是來監工的 我這不是關心你們嗎 你們都忙了一晚上了 怕是餓了給你們送點吃的 你 小樹也說了 你這手藝啊實在不怎麼樣 還不如你武刀弄槍的本領呢 那他還讓我繡 他還說了 你要是實在不願意繡的話 如果你願意 只繡一件東西就可以了 是什麼 我繡 他說讓你繡一件嫁衣 日後 與他成親時穿 你回去告訴他 我冬月銀兒有信 說繡完就一定繡完 讓他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 你現在吃的夜宵 也是他讓我準備的 他說了如果冬月姑娘願意繡 就吃飽了 繡個夠